有罵他,我到底在幹什麼 那接下來就一陣唾棄,然後就跟他說一路好走 黃昌森,我跟他相處的時間蠻長的,尤其是一起工作 他是一個很囉嗦的人,很喜歡講很多大道理 但這些道理都化作是不盡的思念 那這幾天就一直會讓他剛初跟我一起分享的一些點點滴滴 我們曾經一起,剛開始加入雨白的時候,蠻不順利的 因為很多節奏上都沒有辦法掌握到 然後他就會不厭其管的一直來說 沒關係,習慣就好,多吃幾次 他就真的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他也跟我說他當初要離開雨白 然後希望我可以堅持下去,然後好好把他撐起來 然後一直到玩很大,我們後面都有聯絡 我跟鬼哥比較常相處的時間,應該是在玩很大的時候 然後他給我的感覺是一個他非常的真 然後又簡單的一個,算是一個演藝圈的前輩 那我不敢相信就是,上個月我們還一起錄影 然後這個月就收到這麼錯愕的消息 當下真的覺得是,真的是在開玩笑 然後我記得他最,他最nice的地方就是他在每一天 只要錄完影的晚上,他就會跟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分享 然後那個時候的他就好像一個一個大哥哥一樣 會跟你談心,然後化解你的一些煩惱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在演藝圈裡面我們遇過最真誠 最會照顧晚輩之一的藝人 那今天他的離開,我們非常的難過 他會一直留在我們心裡面,希望可以一直下去 看著毛袋,長得大,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辛苦了,不好意思 辛苦了,辛苦了 謝謝大家,辛苦了,謝謝 好,謝謝,謝謝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不好意思,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太久離散了,來到令 allocated 裡面請喔 OK 你没做这样烤到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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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ost produced